马上为您带来今夜最新消息 桃园今天开始进行的高龄长者接种疫苗计划状况不断 一名91岁老翁他在接种后直接休克 幸好后来是有救回一命 但另外一位91岁的老翁 他在等待打疫苗时还没有打就不幸过世了 以及一名88岁的老妇人 他是打完疫苗之后回家用餐 吃粽子的时候不小心噎住窒息倒地 到院前没有呼吸心跳 最后家属考量到长者高龄放弃急救 民众带着家中长者排队要来施打疫苗 这是在桃园的自强国中接种站 只不过桃园市第一天开始的88岁以上高龄长者接种计划 却出现一些状况 一名桃园91岁的老翁到接种站施打疫苗后 身体突然很不舒服当场休克 被送往布立桃园医院索性急救后恢复一事 15号晚间就可以出院 但另一名长者没这么幸运 家住中立的88岁老妇人上午11点多到自强国中时打疫苗 等到下午1点多终于接种完成 但两点返家后吃了稀饭和两口闲重 被闲重噎住到院前没了呼吸心跳 家属考量老妇人高龄便放弃急救 另外在桃园巴德的大中国小接种站有一名91岁老翁在施打疫苗前坐下来等医师评估时 脸色发白被送往医院急救 最后仍宣告不治 但详细死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记者林柱强桃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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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